香港是一個大城市 很多人都會因為不同的壓力而產生精神緊張 有些甚至會患上抑鬱病或者焦慮症 這個時候很多人會找臨床心理學家來幫我們 舒緩我們的壓力 究竟臨床心理學家是怎樣訓練出來的呢? 每一年報讀的人數都數以百計 如果是本港的心理學本科課程的話 包括透過聯招申請的本地學生 或者是一些外國生 報讀人數有上升的趨勢 越來越多人對心理學有興趣 大部分原因是因為對心理健康 或者臨床心理學的興趣越來越高 特別是因為媒體的宣傳 所以我們看到收生的成績都在每年提高 科課程內容非常多方面 都包括了心理學的不同種類 譬如用我們的系列來說 有四方面 有認知心理學 研究一下你的感官 思想 解決問題的方法 語言等等 另一方面是發展及教育心理學 研究一下我們的性格形成 語言溝通技巧的形成 智力的發展等等 第三方面就是社會及工業組織心理學 研究一下心理學的理論如何在社會實際應用 或者在公司裏我們考核員工 激勵員工士氣 或者在跨文化公司裏員工的互動如何進行 這些方面我們要有些研究 另外 另一方面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臨床心理學 健康心理學 這些就包括如何促進大眾的心理健康 輔導心理學都包括在這個範疇 一般這四個範疇都會包括在內 出路就闊落 因為心理學的訓練是一個通才 所以其實很多和人有關的行業都會適合 譬如在商界來說很多 特別是人事管理、評核、市場學、公關 教育方面有關係 另外政府、社會服務都是很有關係 心理學本科畢業生如果想繼續升讀臨床心理學碩士課程 競爭都非常激烈 以我們系列來說 每一年收六七十個本科的心理學學生 而每年收的臨床心理學碩士的學生就是十幾個 所以競爭是非常激烈 除了同學畢業生要面臨同學的競爭 也有一些其他在另一些行業工作幾年 然後回來再讀臨床心理學的競爭者 所以非常激烈 在香港來說 我們基本上所有進入這一行的人 我們要有一個基本上有一個學士的學位 這個學士的學位是一個心理學的學士學位 讀完這個學士學位之後 我們就要再讀兩年的碩士課程 在這兩年的碩士課程當中 我們要讀書 另外也要做一些實習 現在來說 大概這兩年內要做二百多天的實習 我們過了讀書的要求 一些考試 一些project之後 也都在我們的實習 這二百多天合格 就可以畢業 畢業出來之後 就可以正式在香港來說 成為一個臨床心理學家 臨床心理學家 最主要就是用一些心理治療的方式 因為我們為什麼要讀心理學 要再讀兩年呢 就是我們要拿很多心理學上的知識 我們用一些心理學得到的知識 然後去變成一些技巧 然後去教我們的病人 讓我們的病人 可以用一些心理技巧去幫助自己 去克服那個問題 或者去面對自己的問題 如果作為一個剛剛的畢業生來講 可能他人工的起身點 是會比其他的某些行業 可能會好些 因為現在如果我沒有記錯 好像政府 我們用政府做一個scale 做一個reference 可能你讀完一個master 你出來做一個執業臨床心理學家 那個起身應該是三萬多些 可能那個起身點會比其他 會稍高 還有我想這個行業 除了是錢之外 要考慮之外 我想就是說這個行業的性質 因為我們都會是一個工作 其實都很著重 或者很主要是怎樣去 可以幫到一些受困擾的人 去叫做好 或者可以面對到他的問題 基本上如果你入行 做了一些臨床心理學家 其實你一直的方向 都會是這樣的 就是這樣 盡量認識一下心理學究竟是什麼 認識的途徑有很多方面 包括你其實在書局裡 拿起一本心理學入門的書 就已經看到了 就是你第一件事會看到 臨床心理學或者是 健康心理學 佔是其中一個chapter 即是其中一個方面 其實是很闊的心理學 可以盡量在各方面認識一下心理學 和多一些心理學有關的人 聊聊天 問問自己是不是一個 很有好奇心 很想認識多一些 人的思想行為 不同方面的人 是否真的對人有興趣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條件 我們要很明白 在學習上 我們要讀很多書 看很多個案 去很明白我們的病人 因為如果我們不明白我們的病人 真的 在日常的案件上 不是說 每個人見到你也很恭恭敬敬 可能有些病人會罵你 或者有些病人會挑戰您 這些都是我們需要去預計的 還有最重要的是 我們有心 我們喜歡去研究人也好 或者喜歡去了解人也好 我想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我們對人沒有一個熱誠 或者至少幫助別人脫離一些困難 沒有一個熱誠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很難去維持到我們每天的工作